价值一万元一枚的猴票 滚完店老板却出一千 要收走我的猴票 真当我傻呢 老板 收猴票吗 傻子 这里不是你要饭的地方 给我滚 怎么回事 这么吵 怎么做生意 爸 店里来了个要饭的傻子 太影响咱们做生意了 我这就把他别赶出去 谁说我是要饭的 你别狗眼看人低 我是来卖猴票的 你别拿老夫开串 猴票呢 拿出来吧 开个价吧 老者戴上老花镜 拿起猴票左看右看 保存完好 是真品无疑 眼中绽放出一丝欣喜的光芒 确实是猴票 一千一枚 我收了 拿上钱 赶紧滚 价值万元一枚的猴票 你们却出一千 真是一堆奸商 而且狗眼看人低 我宁可扔了 也不卖给你们 朋友 你的猴票我收了 一万一枚 怎么样 瞧瞧 实货的来了 不像某些人老奸巨华 专门坑拐骗 一万是市场价 公平合理 猴票可以卖给你 等等 本店禁止顾客之间进行交易 谁就卖给谁 而且股玩行 没有禁止顾客之间交易的规矩 连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 还有脸开店 真是可笑 老老板 他已经明确表示不卖给你了 难道我买 你也想阻拦吗 老夫不敢 李少爷想要 随便买 老者赶紧赔校 刚才被气昏头了 对方可是李家少爷李承业 根本得罪不起 李承业拿出三万块钱 递给李阿四 又接过猴票笑道 合作愉快 80版猴票 是国内发行的第一版生效邮票 存量稀少 而且还是艺术大师黄勇玉 执笔创作 深受藏者的喜爱 如今已经达到万元一丈 令80版猴票备受追讨 两年前 他因为没有父母反对婚姻 被财忍无情地打成傻子 李阿四意外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他不再是那个被人欺凌的傻子 而是拥有一双能看透世间珍宝的神眼 以及一身精湛的医术和玄学 他的记忆告诉他 他曾是见过初期的健保大师 如今 他将用这股力量 为自己证明 为爱复仇 都始于他手中的三张 珍贵的80版猴票 这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精灵式 沈家豪宅门前 殷山蓝绿的李阿四 埋头翻着垃圾桶 捡起一些矿泉水瓶 扔进手中的破作编织袋 他的脸上带着傻笑 明显脑子不好使 你个傻子 还敢来我们沈家附近乱转 看来以前对你的教训不够 这次非打死你不可 就在这时 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 把垃圾扔在我身上 我看了他一眼 仿佛眼里只有垃圾袋 蹲在地上 从中胡乱翻着起来 你个傻子 敢敢看我 看我不打死你 李阿四我不知道多闪 傻乎乎的被打倒在地 发出痛苦惨叫 其中几棍子砸在他的头部 重击之下 令他的眼前发黑 脑袋炫晕 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秦峰缓缓睁开了眼睛 茫然四顾 我竟然没死 他明明记得 自己为了拦截一批走私文物 身上自家 躺在了血泊之中 然而他低头看了看 自己现在的身体 除了穿的衣服破烂之外 身上完好无损 并没有受伤 这时 他的脑袋一阵剧痛 两股不同的记忆流线 互相混合在一起 李阿四总算都明白了 自己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实在匪于所思 这是什么 当他拿起一本破旧的书籍时 从中掉出了三张 用塑料膜包裹的邮票 保存完好 三张邮票一模一样 整体呈红色 上面印着一只猴子 80版猴票 一个被低估的乞丐 凭借前世记忆 就能鉴别天下奇珍异宝 母亲留下价值百万的 帝王绿班纸典当了 如今拿回班纸 却被典当行吊包 换成普通翡翠 谁是管事的 给我滚出来 哥 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 千万别闹事 臭要饭的 这里不是你撒爷的地方 滚出去 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我有事要跟他当面对峙 一个臭要饭的 进门就大呼嚼合 还想见我们敬礼 你算老几啊 赶紧滚 别逼我们冬醋 吵什么 大呼小叫的 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时 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此人是沈氏典当行的经理 沈德宽 沈氏典当行真够黑心的 毫无信誉可言 你竟然把我们典当的 帝王绿班纸 调包成了普通翡翠 听闻此言 妹妹大吃一惊 怪不得哥哥 要来典当行 原来是传家宝被调包了 给了自己一个假的糊弄 原来你是骗子 把真的班纸还给我们 就你一个要饭的乞丐 也配有帝王绿班纸 说出来不怕被人笑掉大牙 别在这无理取闹 这么说 你不承认调包了 你们拿假的想骗钱 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我见多了 赶紧滚吧 想讹诈我 你再要十年的饭也不够格 好 先不提调包班纸的事 我要买古丸 难道你连上门的顾客都要赶走 就你这样的去要饭还差不多 还想买古丸 你有钱吗 李阿四将绿从大厅内 几乎所有的古丸扫尸一遍 并没有发现家传的帝王绿班纸 这时 目光落在一处柜台内的一个木匣子上 匣子呈四方形 长宽高约十公分 由盘木制成 没有文饰 看上去有些古朴 应该是清代的物件 这个怎么买的 一万八 盖不还价 但李阿四前世的记忆中 见过这种檀木匣子 名叫七窍玲珑匣 用来藏匿奇珍异宝 匣子表面没有硕子 却打不开 因为暗藏鲁班门的机关 若不知道其中机关的奥妙 累死也打不开 这匣子我买了 臭药饭的 你拿得出那么多钱吗 没钱就不要乱说买 耽误我们的时间 李阿四又翻看起来檀木匣子 似乎在看如何打开 别瞎摆弄了 我们沈家的健保大师都打不开 你更白扯 还是快去要你的饭吧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如果我能打开 你把被吊炮的帝王女班纸还给我 你若打不开 就跪下把我的鞋铁干净 那些看热闹的顾客也纷纷嘲笑 沈家健保大师都打不开的目下 这个乞丐肯定没戏 纯属打肿脸充胖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还没等众人细看 只听见咔了一声 匣子居然打开了 全都入口袋 更令人惊奇的是 匣子正中放置着一颗 拇指关节大小的珠子 橙辱白色 晶莹剔透 我的天啊 好大一颗珍珠 这么大的珍珠 估计能卖三五百万 比阿斯认识这根本不是珍珠 而是丢失已久的聚灵珠 脸上浮现满眼的笑意 这次真的捡到宝了 聚灵珠乃是吸收天地精粹 孕育而成 世间含有 无价之宝 你输了 问赌服输吧 按照赌约 被你调包的班纸还给我 你少含血喷人 我根本没有调包你们的班纸 所以赌约无效 别再胡搅满产 否则我立刻报警抓你 大家都听见了我们的赌约 他竟然耍赖不认账 审视点当行 还讲不讲信誉 请在场的各位大哥大姐 叔叔阿姨给我评评你 说了不认账 毫无信誉可言 还有脸做点当行的经理 以后谁还敢来 你们这点当买卖东西 说不起就别赌 居然耍赖糊弄人 你算是白活了 请大家安静 听我解释 我根本没有调包过什么班纸 他们俩就是骗子 千万不能相信 见沈德宽还死不认账 李阿四冷笑一声 想到另外一个办法 利用简陋的珍宝巨灵珠 引诱沈德宽旧犯 此物至少价值五百万 用来换被你调包的百万班纸 足够你狂赚一笔 只要你点头 东西就是你的了 说巨灵珠是无价值宝 妙用无穷 但对于他来说 母亲留下的遗物 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无论如何都要拿回来 到现在你还在胡搅蛮缠 诋毁我的声誉 简直不可理喻 立刻马上滚出去 这次算我瞎了眼 让你们两个骗子捡的便宜 这颗珍珠的价值 远高于五百万 你确定不换 立刻滚出去 以后沈氏典当行 都不欢迎你这种骗子 永远拉黑 好一个沈氏典当行 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把失去的东西 拖回来 并让你们加倍偿还 就你个臭药饭的 还想跟我们沈家斗 别做白日梦了 保安 赶紧把这轰出去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想用班纸换珍珠 可以私下去找我 我叫李阿四 卧槽 这什么玩意儿 装前世的记忆告诉自己 埋藏在废旧家具里的墨盒 既然是乾隆年间的 雕子坛多宝格方侠 又叫白宝格 格内做出横竖不等 高低不齐 错落参差的一个个空间 用于存放多样物品 张老板 这东西我要了 你开个价 阿四 我看你这病还没好吧 你买它干什么 破破烂烂的 放心吧 吃不了亏 张老板 开个价吧 张大海以为李阿四还是傻子 居然看动这个没用的箱子 不载白不载 脸上闪过奸诈的笑意道 一百二 什么 一百二 张大海 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这破东西能值一百多 这可是上等的木头做成的 如果不是你们想要 我自己还可以用它装点东西呢 张老板 一百二太多了 手里也没那么多钱 五十行不行 五十块钱太少了 八十 再多不行啊 行吧 就当吃四夷 八十拿走吧 得 还白给了人家八十块钱 保不懂你在想什么 什么叫白给啊 这不买了个宝贝回家吗 这破箱子也算是宝贝 白给我都不要 放在家里我都嫌它占地方 李先生在家嘛 班纸换珍珠 沈经理昨日不是说没有班纸吗 难不成做了个假的 李阿四 你别不知好歹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你要换就换 不换拉倒 别在这里装强做事 那就不坏 李先生 李先生 您别生气嘛 是我不对 昨天典当行里人这么多 若是我成人有班纸这回事 面子肯定就保不住了 沈德宽 当初骗我帝王女班纸的时候 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堂堂一个典当行经理 现在来我这里低头还要求人 就有脸了 李先生 你看那珍珠 我笑了一下 拿出去灵珠 拿来吧你 就被沈德宽抢了过去 沈德宽一见到珍珠 立马露出贪婪的笑容 心中极为的激动 暗想到 这下发大财了 李阿四 交易算是完成了 我告诉你 谁也不能反悔 从此之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劝你把这件事情 慢在肚子里 否则要你好看 沈经理 我李阿四 再穷也是个守信之人 放心吧 李阿四把聚灵珠拿在手里 脸上露出一丝浅笑 说不出 昨天李阿四在路边摊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假桌子放了进去 这时 妹妹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 建议哥的母亲 犯病了 已经送去医院了 怎么样了 阿姨怎么突然就犯病了 今天早上刚醒 我妈就一直咳嗽 高烧不断 怎么叫都叫不醒 这时 手术室门开了 后面跟着一个大夫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需要留院观察 我建议手术 把病人体内的肿瘤切除 手术费加上后期的疗养 大概四十万左右 你们准备一下吧 想到这里 高建议瘫坐在地上 流下了眼泪 怎么办 怎么办 四十万吗 请我来想办法 你在医院照顾好阿姨 高建议一脸困惑 心想 李阿四根本不可能 一个人找到四十万 李阿四抬起 昨天在收购站 捡漏得来的百宝格 直奔古玩街 八十块在废品收购站 收到乾隆爷的百宝格 转手一卖 居然翻了一万倍 哟 这不是乾隆爷的百宝格吗 哥们 这东西打算出手 我出个价 保证让你笑开话 说话间 店内里屋的帘子一动 出来两人一边向门外走 一边说着话 张老 我爷爷的收烟 我得松个大手笔 沈家有你这样的后背 未来可期 沈嘉欣一出门 眼睛一亮 看到百宝格 激动的跳脚 找到了 这宝贵 这宝贵 这宝贵的主人在哪 在哪 这东西出不出手 喊什么喊 这东西我先看上的 你这是要瞧我的风头吗 李少爷 沈家新栽子 家主收烟 还请割哀 沈家 你们沈家老头要过生日 关我什么事 你该干嘛干嘛去 这东西我要定了 那不如这样 既然李少爷不肯割哀 那就加高的折得 我出五十万 李承夜一拍桌子 八十万 一百万 不卖 你这抽腰翻的 敢跟我抢 傻货 这东西我留着自己玩 你还是回去多学学 怎么认保吧 你敢骂我 说你傻 你还不承认 古玩技的笑话 你个抽腰翻的 这里没你说话的分 傻货 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 你抢什么呢 哈哈哈哈 骂得好 那什么 沈家的孙子是吧 你还不知道吧 这物件就是这个兄弟的 傻货 还真配得上你 哈哈哈哈 李阿斯 你等着 这是没完 李少爷 你刚刚收八十万收 啊 啊 对对对 成家 哥们 够意思 我叫李承夜 知道 李家的大少爷 有好东西 记得找我 我全收 上前来到了医院 高建义像那被抛弃的 小媳妇一样 双手紧紧握着母亲的手 建义 这钱你赶紧拿去交费 阿斯 这 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别管那么多了 这钱来的合理合法 赶紧拿去交费 给阿姨安排手术吧 阿斯 谢谢你 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高姆的治疗费解决了 手术安排在了明天下午 而李阿斯也开始为 沈家家主的寿蛋做准备 他深知 想要在沈家面前出彩 这份寿礼 必须得是万宝之中的佼佼者 他独自来到了谷玩街 他眼睛突然一亮 看到了一个摊贩钱的一个物件 老板 这几本书多少钱 八百 李阿斯指了指古书旁边 黑乎乎的碎片 五百 让我挑两块 小范犹豫片刻 随后点了点头 李阿斯拿了一枚装在口袋里 另一枚收在盒子里 随后拿起电话 谁啊 百宝各方侠 李阿斯兄弟 我等你电话可等好久了 李少爷 好东西 要不要 你要出手的东西 我必须要 我还在德服员等你 李阿斯兄弟 好东西在哪里呢 先让我开开眼 从口袋里拿出那枚碎片 放在桌子上 可以上上手吗 李承夜 只能看见在碎片能看到的 只有两字 君 石 其他的 全都模糊不清的小字 张老 能看出什么吗 十三太宝 十有三 听了一声 十有三的名字 就像是一颗炸弹一样 在李承夜脑海中爆炸 迟迟不能散去 张老 李阿斯兄弟 我功力不行 赐教赐教 今天我为你们十三人做梦 将来你们就是十三的都军 这是大军阀冯玉祥 对十三太宝说过的话 而十有三便是 这十三太宝其中的一位 当年冯玉祥的西北军 可谓是虎狼之师 而十有三被后人称之为 心武虎将 李阿斯兄弟 那这碎片的来历 当年十有三被奖收买 背叛冯玉祥 十有三率不难下 讨伐张发奎和贵戏 十有三不愿难下 转而支持唐生智反奖 后来唐生智败于奖 十有三怕奖的电台截获信息 从而令人快马家鞭 三天三夜拿着一个瓦片 前去告知阎西山 自己要投靠他 从而躲过了奖的惩罚 这个碎片 就是当初的那枚瓦片 见证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不知道李大少爷 有没有什么想法 李阿斯的话 让李承夜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张老也被李阿斯所言 连连点头 心想 小小年纪能清楚地 说出这段密室 实属不易 李阿斯小友 此物你若出手 我愿意出二十万 张老好大的手笔啊 不过这碎片 确实有着巨大的收藏价值 此物我可以免费让给张老 但是小子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张老你是前辈 按理来说 本不该张这个嘴 但是事态紧急 还望前辈接晚辈 一滴陀螺果秋海糖之夜 此话一出 张老心里咯噔一下 此物自己一直好生珍藏 就算是李承夜都不知道 李阿斯如何知晓的呢 晚辈第一次进店 便闻到了陀螺果的清香 尽管它藏匿于特制墨盒中 但依然藏不住陀螺果的香气 而这陀螺果秋海糖表面 只能治疗胃疼和脱水 但是它的汁液可以刺激水质 而高健义的母亲身体中 住着一只水质 尽管手术成功 但是病根依旧没有除尽 若水质再往高母体内活动 高母便会中毒至身而亡 张老 若这次您出手相助 若是以后张老有事 李阿斯愿赴汤蹈火 张老常常地叹了口气道 罢了 跟我来吧 今日陀螺果出现于此 李阿斯小友谨记 切不可外传 李阿斯定会守口如瓶 出了此门 今日全当我未来过此殿 张老放心 我当然相信李阿斯小友 只不过 陀螺果是家族相传 不想让陀螺果陷于事 争于事 李阿斯点了点头 陀螺果这种药草 别说精灵事 乃至整个神州大陆 都没挤株 足以看出陀螺果的珍贵 张老 上次见陀螺果的果实还是绿色 现在都暗红色 怎么成熟了 不错 这陀螺果先不说 光凭这陀螺果的枝叶秋海棠 在神州大陆也是难以相见 若是找到了黄金圣土 没准还能再结出果实 只不过黄金圣土老夫 找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啊 紧接着 张老把绿色包裹摊开 一根根的银针排列在内 显得尤为娇贵 流星万花针 涅槃凤凰瓶 好东西 李先生真是年少多彩 这种老无间一眼就能看出来 张老顿了顿 犹豫了一下 转过身 把手中的万花针 凤凰瓶递给李阿瑟 你来 张老 你真行啊 你就不怕你的宝贝毁了 针尖拔出的那一刻 陀螺果细小的针孔 溅出一滴乳白色枝叶 李阿瑟顺势扬起凤凰瓶 接住枝叶 盖好瓶盖 金丝也 红铁手 李阿瑟的动作看似简单 但若马虎一点 这陀螺果便会萎缩成果干 张老 这涅槃凤凰瓶 先借小子用用 用完给您送来 您看成不成 张老笑着点了点头 张老 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承议啊 尽量和他交好 说不定在以后 他能帮你一个天大的忙 建议 你去外面 去帮我买份饭 一天还没吃饭呢 好 我这就去 李阿瑟在治疗高姆的过程中 不忍让高建议看到 故意把高建议指开 拿出口袋里的凤凰瓶 把鸵螺果的枝叶 放入高姆的口中 一分钟后 高姆脸色变得极为痛苦 又闭上一条细小的波纹 上下乱窜 李阿瑟眯起眼睛 终于抬到你了 我去 这是个什么东西 好恶心 水智 之前一直在阿姨体内乱窜 今天叫我给捉住了 什么 这东西在我妈身体里 放心吧 之前阿姨的病 就是她搞的鬼 阿姨现在已经没事了 说话间 高姆呼地睁开了眼睛 坐起身来 哗的一声 嘴里吐出了一口黑红色的血 阿瑟 这是怎么回事 妈 你醒了 医生 医生 我妈醒了 阿姨 身体哪还有不舒服吗 阿四啦 阿姨没事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 高姆像带亲生儿子一般 对待李阿四 高姆对李阿四兄弟的 恩情大如天 医生 我母亲怎么样啊 病人身体状态非常好 看来手术很成功 这几天要吃得清淡一些 谢谢医生 喂 李少爷 有何贵干 兄弟 我这有个物件拿不准 过来帮我长长眼 李阿四停在一座古香古色的楼阁门口 昂首一看 水墨居三字印印眼帘 王羲之的石器铁 颜真青的劝学 齐白石的墨虾等 李阿四兄弟 来来来 给你介绍一个人 颜紫辰 李阿四看到年轻男子身后的墙上 有着八个大字 交锋落尽 文正大行 书法大家 颜真青后辈 一表人才 李阿四兄弟 初次见面果然名不虚传 李哥 你这是我哥 一下就猜到紫辰的身份了 先看东西吧 卷轴一打开 李阿四眯起了眼睛 画上数百只琴鸟 和几十种花卉树木 而这绘画技法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这种画技手法 只有一人可以做到 那便是伯来画家第一神权 来有嘲讽图 真记 这个男人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一尊被灰尘遮盖的武财神像 被一层金色的故状物体 附在表面 只有二爷背后的刀把 能看到一丝光泽 针对大门 这是武财神必然的白法 然而 最吸引眼球的 便是官二爷 是用极珍贵的玉体所雕刻 杨之白玉 胡书 这顿财神您自己请的 不是 这是租房的时候带的 还别说 在这里开店 还真是顺风顺水 正说着话 不远处一个体型臃肿的妇女 胡三 你给我利索点 这地我还着急租出去呢 没工夫等你 马上 马上搬完 好好的店 给老娘弄得乌烟瘴气的 租给你真是白瞎了 哟 李傻子 你怎么也来了 在这都能撞见你 真是晦气 恶心 真是应了那句话 什么话 狗嘴里头 像牙袋 上个月房租和水电费赶紧交了吧 王姐 上个月房租不对吧 还有这水电费 怎么还涨价了 王姐 再说了 房租哪有一辈子不涨了 都一个价 那我不就亏死了 当初别人家都是先交房租再开店 你幸亏遇见我了 先让你把店开着再交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一句话让彻底噎死了老胡 老胡捧着脸 掏出一打钱 开始一张一张的数 好了好了 实在不行 就让他们两个去里面转转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走 不收钱了好烦啊 比亚四向门口那尊财神拘了一躬 伸手就要去捧财神 等等 干什么呢 还真想把我这店搬空呀 这个可不能顺走 我还靠着财神爷称面子的 财神在这里待久了 认人 五百块钱拿走 王婆娘 你看我们哥俩是傻子吗 这东西本来就是老娘的 要就掏钱 不要你们从哪来回哪去 一百块 狗娃子哟 最低两百 少一分你都带不走 李亚四还是掏出了两百块钱给了妇女 妇女脸上笑眯眯的把钱攥在手里 拍打了两下 扭身离开 阿四 能让你看上眼的东西一定是宝贝 这个财神什么来头 李亚四在屋子里把财神爷摆好 找了一个破旧香炉点上一炷香 之后把高建议喊到房间 建议把财神爷捧起来 记住是从下往上跑 高建议见李亚四一脸素拢 小心翼翼的捧起了财神 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生怕会出什么差错 李亚四拿出刀片 埋下头 小心翼翼的开始刮刮二爷手中的刀 整整两个小时 刮二爷真人全漏 乍现出一阵光泽 豪气直升云天 更让李亚四惊喜的是 这不单是羊枝白玉那么简单 而是羊枝白玉中最为珍贵的玻璃种 单单是羊枝白玉属是男艺 更何况是羊枝白玉的玻璃种百年齐玉 高建议也被官二爷的尊荣吓到 哪怕是最不懂玉的 单看做工和卖相就知道价值不菲 阿四 这 手旁稳了 放回去 高建议亲手亲脚的把财神放到桌子上 紧绷的神经才松了下来 跟我学一起上香 给财神爷行礼 行礼完成 李阿四拿出一块红布 剪成方块状 轻轻盖住了官二爷的尊荣 放到了衣柜顶的深处 阿四 蒙眼财神还放在最角落 财神没有这个白法呀 你还知道蒙眼财神 那是我家之前就打算请一尊财神 我妈生病了 就没顾得上 现在的我们还供不起这顿财神 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 就李阿四和高建议现在的处境 根本镇不住五财神 更不要说还是开了眼的五财神 如果强行供奉 必定会落得家破人亡